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纤细古典 1938年 费文利她前往美国好莱坞拍摄电影 在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的好思家 并荣获第十二届奥斯卡最佳的女主角奖 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英国女演员 人们总能想起那句对费文利最经典的评论 她既有如此的美貌 就根本不必有如此的演技 她既有如此演技 就根本不必有如此的美貌 这位乱世佳人极美貌与演技于一身 邱吉尔赞其位上帝的艺术品 可见其美貌 费文利是电影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天台演员之一 戏剧舞台商难得的归宝 为了爱情和艺术将自己短暂的一生燃烧成最灿烂的星火 此外费文利是一位执着的家人 她对于艺术痴心不改 而成就了她伟大演员一生 她对奥利福痴心不改 终致让自己的肉体与精神油尽灯枯 费文利美的颠倒众生 却勇师就爱 她是一个会把自己燃烧殆尽 生吞活泼的天蝎座 拥有极大天赋 却只活了53岁 令人不禁唏嘘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反权归处作者